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年后会深深陷入对林青霞的迷恋之中 那个时期她正在疯狂追求传奇女子肖芳芳 肖芳芳在60年代是粤语影坛最闪亮的剧情 短短几年拍了100多部影片 受尽影迷的爱戴与簇拥 1966年 19岁的肖芳芳与谢贤合作金欧 阴系生情 但肖芳芳的妈妈并不看好他们的感情 肖芳芳也很快发现了谢贤三观不合 自己喜欢读书 而谢贤只喜欢吃喝玩乐 1968年 肖芳芳与谢贤这对粤语片金童玉女 在交往一年多后 因个性不合而分手 这是情圣谢贤第一次被女人甩 而肖芳芳说 再也不会跟谢贤合作了 同年 谢贤遇到了20岁的珍珍 对她一见钟情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肖芳芳则在1969年赴美国读书 1973年 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到香港 1974年 肖芳芳在复出之作《广岛念八》 与秦湘林合作 秦湘林很会照顾女孩子 两人去日本取景时 互相照应 建立了深厚友谊 拍完《广岛念八》 秦湘林又与肖芳芳 林青霞共同主演了女朋友 秦湘林与肖芳芳朝夕相处 感情已从戏里延续到了戏外 巧的是 肖芳芳前男友谢贤与秦湘林是结拜兄弟 两人都是银色鼠对的成员 秦湘林与肖芳芳恋爱期间 还和谢贤、珍珍夫妻一块度假 1975年 秦湘林与肖芳在香港结婚 伴郎是郑少秋 谢贤和珍珍也出席了婚礼 新郎秦湘林和新娘肖芳芳 口称大哥大嫂 这场面在外人看来有点尴尬 结婚没几个月 秦湘林和肖芳芳就因为观念 与个性差距太大而分居了 期间两人分分合合 试图挽回婚姻 1976年10月 秦湘林在罗马拍戏 邀请乡芳芳同行 顺便庆祝 结婚周年纪念 这是他们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结婚周年纪念 两人尝试重新开始 可惜他们的差距太大了 肖芳芳彻底放弃了秦湘林 而秦湘林在75年 76年 与珍珍合作了金粉神仙手 今夜你和我等影片 对珍珍又爆发出了强烈的爱意 这时的秦湘林和肖芳芳还在分居期间 珍珍和谢贤还没有离婚 她和珍珍拍戏拍到一半 不知是入戏太深 还是一时冲动 对珍珍说 我所喜欢的还是你 珍珍以为她在讲 戏中的对白不以为意 秦湘林竟表白没有引起珍珍的注意 又在凌晨两点钟 去珍珍住的饭店 对谢贤说 我觉得我跟珍珍比较合适 和肖芳芳结婚 我并不适合她 这番话真令人哭笑不得 谢贤很有风度的劝她 你是我兄弟 你说这话我不怪你 但希望到此为止 话是这么说 谢贤私下里警告了秦湘林 让她离自己的老婆远一点 秦湘林又退缩了 谢贤很生气 怀疑珍珍和秦湘林真的有了什么 秦湘林才有胆子来摊牌 两口子差点打起来 最让谢贤抓狂的是 刘家昌几年来 一直滋滋不倦的挖墙角 每天找珍珍出去 想把绯闻做实 刘家昌和秦湘林 让谢贤整日疑神疑鬼 与珍珍的裂痕越来越大 刘家昌邀请珍珍出演 落日北京城 谢贤坚决不肯 表示如果珍珍拍刘家昌的戏就离婚 但珍珍最终还是出演了 她和谢贤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刘家昌最终胜利了 秦湘林也尴尬出局 经过这么一闹 1978年3月 萧芳芳与秦湘林正式签字离婚 离婚后的秦湘林 很快又对林凤娇动了心 说怎么会有阿娇这么好的女孩子 秦湘林积累起满腔热情追求林凤娇 打电话给林凤娇表白我爱你 林凤娇当她开玩笑 林凤娇认为她在追林青霞 林青霞认为她在追林凤娇 两大美女都认为她不着调 秦湘林与林青霞合作真白蛇传 林青霞要去巴黎给一家中国戏院剪彩 秦湘林告知林青霞要在巴黎与她一起会合 林青霞答应了 林青霞在巴黎等了一个星期 也没见到秦湘林的踪影 却听到了秦湘林和邓丽君欧游的消息 刚开始两人都不承认恋情 半个月后秦湘林终于公开恋情 说开始时是我追邓丽君的 秦湘林说自己喜欢邓丽君的纯真 以及认真工作的态度 同年八月 长期在日本发展的邓丽君回台湾探亲 记者在机场问她是否在热恋中 邓丽君避而不答 秦湘林和邓丽君的恋情 大约持续了半年就结束了 秦湘林广撒网 全落空 她到底爱谁 大概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这时林青霞和圈外男友 赵宁谈了几个月的恋爱分手了 秦湘林又重振旗鼓来追求林青霞 导演刘维斌热心撮合她俩合作 一片情深 想接多拍几次亲热戏 让她们感情升温 这时秦湘林强劲的竞争对手是秦湘 他们早在1977年和林青霞主演 《我是一片云》时 就拉开了《二秦争林》的序幕 林青霞更爱秦湘 奈何秦湘是有家世的男人 他们的感情受到舆论的压力 精神备受折磨 林青霞和秦湘因为这段婚外情也被公众抵制 狼狈的林青霞被舆论压得透不过气来 1979年飞往美国 1980年3月 秦湘终于与邵乔英先自离婚 秦湘林得知后 立刻抛下正在拍摄的电影 想在秦湘前面到达美国 林青霞怕两个男人在美国碰面尴尬 在电话中要求秦湘延后一周再赴美 秦湘气冲冲摔了电话 取消了美国之行 对记者说 我和林青霞吹了 以后不要把我们连在一起 林青霞对于二秦难以选择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 而秦湘林的软膜硬缠 终于打动了林青霞 最重要的是 秦湘林博得了林妈妈的欢心 比起秦湘给林青霞带来的委屈和痛苦 秦湘林的确是个好女婿的人选 1980年 林青霞和秦湘林在美国订婚了 二秦之争 秦湘林赢了 秦湘为了林青霞 抛弃妻子的骂名 电影票房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陪了夫人又折兵 意气风发的秦湘林 希望越快结婚越好 林青霞则说 仍需要观察 以便进一步了解 从82年开始 林青霞将事业重心大部分转移到香港 而她和秦湘林的婚事一拖再拖 林青霞对结婚的抗拒根深蒂固的原因 是秦湘林压根不是她想嫁的人 而秦湘林从订婚之日起 就一门心思把林青霞娶进门 林青霞仍然没有办法下定决心 每当谈到结婚 总是含糊其词 1983年 林青霞和郑少秋拍午夜兰花 恢复单身的秦湘来探班 搅动了秦湘林和林青霞三年来的平静 最终秦湘林还是没能抓住林青霞的心 1984年6月 媒体刊登了林青霞和秦湘林正式分手的消息 1985年3月 林青霞和秦湘重续前缘 在日本旅游被发现 上了各大爆头版 多年之后 林青霞提起秦湘林 说她是一个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人 却不是爱人 秦湘林追女无数 说她花心不假 但她的心思多半也是真心 1988年6月 港台演艺圈迎来了一桩大喜事 秦湘林结婚了 新娘曹昌丽 是个长相一般的平凡女子 职业是化妆师 曹昌丽比秦湘林小16岁 两人却没有代沟 相恋一年后结婚 萧芳芳和林青霞听到秦湘林结婚的消息 都送上了祝福 她已经40岁了 小妖孩子想疯了 而曹昌丽的肚子很争气 当年12月就生下了大儿子 三年后又生下小儿子 秦湘林很高兴 能娶到曹昌丽这样平凡而娴淑的女子 寻寻秘密这么多年 她终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2013年金马奖50周年颁奖 秦湘林从美国赶回台湾 为珍珍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2019年7月 珍珍举办了从营55周年的回顾营展 谢贤和秦湘林都去为她捧场 秦湘林说珍珍对自己帮助很大 当年若不是珍珍推荐她演心有千千结 她是不会成为受观众欢迎的大明星的 珍珍与刘家昌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最后反目成仇 圈内人都认为 珍珍如果嫁给秦湘林比刘家昌好 而秦湘林多年内对错过珍珍十分懊悔 2006年 在美国接受肥肥沈殿侠的访问 谈到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 她沉思了一会儿 说最重要的女人 除了现在的老婆 还是珍珍 然后是萧芳芳 可见秦湘林对珍珍的感情之强烈 不管秦湘林有多少的遗憾 她的人生中 与珍珍 萧芳芳 林青霞 林凤娇 邓丽君 这些大美女 都有过或深或浅的缘分 就是男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